有趣對不對 很多的遊戲可以玩 每個禮拜六的下午 在戰前地下街 你都可以加入他們的聚會 對不對 今天非常謝謝小段 為我們帶來這麼多 新興人類的遊戲 也希望你到新加坡 會有好的成績 好 加油… 謝謝 我們下禮拜見囉 Bye Bye 歡迎收看今天的有樣全樣 我是節目主持人瑋瑜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一個 可以算是他玩很多 有很多很多種東西 而且他還把他喜歡的興趣 玩到可以出國比賽 首先就要來歡迎 我們今天的好樣大來賓 我們現在來歡迎 我們今天的溜溜球達人 段志銘小段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段志銘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你拿手好戲是溜溜球對不對 所以在我們要進入 訪談之前話不多說 馬上就要來看一段精彩表演 那就麻煩你為我們帶來 精彩的表演囉 好 我們請出國歌牡 jung的歌 但是我們字幕演過 我們下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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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現在 … 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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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你之前常常 你最擅長的就是單手線上畫室 學溜溜球學多久了 大概有五 六年 六 七年 從幾歲開始玩 從國二 國二 對 所以現在看到這所有 都是你的寶貝對不對 對 這聽說不便宜喔 整箱加起來大概 將近快兩萬吧 這麼貴喔 對啊 對啊 那為什麼當初會想要開始玩溜溜球 一開始是敢流行 就是其實大家在玩 就跟著一起玩這樣 對 那你覺得它吸引你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有很多 每年每年都有不同的花式跟 就是動作啊 然後 還滿炫的 對 那這些花式啊 你是從哪裡去學的 聽說你沒有拜師嘛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你剛開始玩的時候 也沒有老師在教這個 基本上是沒有 可是網路還滿發達的 所以就上網去查 國外的比賽啊 影片啊 下來自己看這樣 所以等於是從 網路上影片來取經的角度對不對 那你最擅長的是單手對不對 另外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還有其他的 就是溜溜球 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話 它其實有一些專業術語對不對 對 我們都有簡稱就是 剛剛那個是EA 那接下來就是有2A 3A 4A 5A 總共五種玩法 總共五種玩法 對… 那分別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於就是我會一個一個講 首先我們家裡就 我先介紹一下2A好了 2A 它就是雙手的 所以它就是兩隻手各有一顆球 所以總共這兩顆球 所以是雙手的 對… 就是第二種 對 所以你現在也要表演嗎 對 那第二種 這種它會比較取向於 迴旋的 就是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喔 這樣 好快喔 它會比較是迴旋 跟剛才那種 要停在… 停在下面的比較不一樣 所以你擅長的是速度很快 對 對 有打到自己過嗎 今天是沒有 對 然後今天還帶來一個 就是好玩的小遊戲 好玩的小遊戲是 對 就是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盆子 然後慢慢頂在頭上 稍微微蹲 對 然後稍微微蹲 然後稍微微蹲 我會把它打下來 我可以打到我喔 不會… 很恐怖耶 不會 我… 我不想蹲幾次 有風… 就是接近的時候 對 風很大 其實就是一個還滿好玩的遊戲 它其實還滿安全的 對 有沒有就是在玩這遊戲的時候 打到人口 對… 就很有自信就對了 那第三種玩法呢 第三種玩法就是 它也是雙手的 可是它兩隻手 操控的球是屬於空轉 就是它會停留在下面的時間 比較久的 就用的球不一樣 用的球也不一樣 然後玩法也不一樣 對 看起來也會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現在要為我們示範的是 第三種玩法 對 稱為三A 雙手線上花式 嗯 那個球在轉的時候好涼喔